小狐狸错把帝君当娘亲 说着还要帝君给他暖身 不过好在帝君的定力不同寻常 要是换作旁人早就把持不住了 可奈何屋内的凤九哇哇直哭 就算你在哭高三个调门也没用 我又不是你 接下来的一幕大家一定要瞪大眼睛 号称冷漠无情的东华帝君 竟在那轻声细语的哄凤九睡觉 原来东华帝君并非无情 他只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冷酷 就这样 两人如寻常夫妻般过了一夜 醒来后的凤九姿势大惊失色 可还不等他大叫 帝君就先发致人地抛出答案 我没对你做什么 你自己睡中粘了上了 中途又嫌热 自己动手松了灵口 此时凤九恨不能找个帝凤给钻进去 毕竟自己的德行他还是知道的 可凤九刚要走就看到门外站着的饥衡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凤九拉着帝君躲进被子 但帝君好像很喜欢昭告天下 他竟大大方方地为凤九端药 然而床上的凤九还是有点皮薄 他不可能乖乖地等着帝君喂药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渺落吸收了所魂欲的力量 还从昨晚的画像中知道了帝君的弱点 你心底的花海之后 有一个白衣女子 而这个白衣女子 也逃不过我的手心 于是为了保护凤九 同时也为了把他早日追到手 帝君不惜搬出击横 来和烟迟物交换房间 第二天一早 当凤九醒来看见帝君时自是一脸困惑 可帝君却是坦然自若地吩咐他去做饭 凤九自是不肯乖乖听话 但东华帝君的不讲理可不是浪得虚明 你不是说要去到那个什么贫婆来着 我没有说过什么 其实我一直都想给帝君做鱼吃来着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那帝君想吃什么口味 凤九一边说着一边向后走 还意外地上演了一顿狗粮 此时时间仿佛停止 四目相对的眼神里产生了异样的情愫 虽然凤九每天乐此不疲的 照顾着这位大爷 但也可以说因祸得福的 得到参加竞赛考试的资格 所以作为有恩必报的青秋地基 他决定明天在醉里先宴请帝君 很快到了凤九请客的这天 一桌子男女是个怀心思 不过好在连颂和小阿黎的出现打破了沉默 但两人的出现也让凤九感到奇怪 为什么自己初步去范英谷 而他们却能轻而易举地来去自如 一点都不多 你掐得还顺手吗 凤九闹出的这出笑话 也只能说是宴会上的钱财 接下来的一幕可谓是一场好戏 姬恒为讨好帝君 特意带来自己做好的羹汤 而喜欢姬恒的烟池物自是一脸不满 所以为了安慰他 凤九就给他吃自己做的糕点 此时三殿下连颂 知道帝君想吃又不好意思开口 所以就故意把凤九手里的糕点全部淘汰 还特意端着盘子在帝君面前显摆 这把帝君气得是有气撒不出 随后他便把姬恒做的鸡汤甩到烟池物手上 是姬恒做的汤 好喝呀 然而也是由于这场宴席 让一向喜欢帝君的姬恒对凤九心生恨意 为了得到帝君的喜欢 他竟甘愿去和摩尊渺落合作各取所需